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子居促然语 敢问民王之治 老单语 民王之治 攻盖天下而似不自已 就是攻盖天下 即是他的功劳 就是覆盖天下 但是好像不是自己做的 化带万物而民服事 他来教化了已经补给万物 可是民众就觉得是我自己做 就是不是这个民王做的 这就是老子说嘛 就是天地万物 就是民皆我自然 不是 我不知道上面有个王 己望其功 民望其化 有莫举名 有莫举名呢就是 言其所有 人莫得而举名之 就是说民伍得称之也 就是民众不知道有这个王 始无自已 就是承宣应住 物格自得 是万物格自 就是格自得其乐 利乎不测而犹豫无有这也 所以这个民王呢是利乎人们没法找到他的地方 而由于无有 由于无可名状的地方 这就是真正的民王 这就是你想这样的王呢就像天地一样 抓不到找不到这样的人 第四条 就是无为 是真正的治理世界的方法 第一条 无为名师 这个无为呢就是 它是一个句子 就是咱们意思是师 就是主的意思 无为名之师 不要做名的主体 无为谋福 不要做谋之福 你的心不要有任何谋划 无为士人 不要做士子人 不要让你这个地方天天天你自己去做事 无为治主 不要做治之主 林玉明解释很简单 仇度之门 众物之责 聪明之总 体静无穷而犹无振 体静无穷就是你来跟万物 跟这个天地万物合一 无穷吗 体就是画这查见的意思 你能够看到天地万物这个无穷 而犹无振而犹于这个无穷无尽之中 这就是一大化合一 也就是这个意思 尽其所受复天而无见得 就是把你从天得到的东西 就是彻底的就是实现出来 这个地方就抢到了虚 虚就是没有任何成见 没有任何自我 也是治人无几的意思 下面就是说 因为你虚了 你才没有任何执着 也没有任何喜好 所以治人之心若静 所以治人就是彻底很虚的 所以他的心就像静子一样 不降不影 就是不接也不送 应而不藏 就是自应何而心里不藏任何事 故能胜无而不伤 所以他能够胜任天下万事 可是又不伤害自己 所以这里头就是前面那个德充福 那个埃太陀也是这样 最后一条 南海之地为疏 卑海之地为乎 中央之地为混沌 这是三个人 疏于乎 时相欲 欲于混沌之地 混沌带着甚善 疏于乎 谋报混沌之德 人皆又七窍以 事听时息 此读无有 尝试佐之 日佐一窍 七日混沌死 这个意思是吧 你千万不要认为 适合你的 就适合别人 所以这一点跟儒家正好翻过来 儒家说 就是几欲离尔利人 几欲达尔达人 什么推人至己 几所不欲 勿施于人 庄子说 你认为 你不喜欢的人家 当然不喜欢 你喜欢的人家 就一定喜欢吗 正有神乌 曰济贤 知人之死生 从亡 祸夫受邀 七岁月寻日 若神明 就是这个神乌 这个济贤 非常神的 就是给你算命 你哪一天生 哪一天死 哪一天 有祸 哪一天有夫 哪一天 那都会 非常准确 所以正人见之 皆弃之而走 所以人们一看见 都不愿意让他算了 他跑了 劣子见之而心罪 劣人看见 这人道行 确实高娃 一下子 就是要拜他为师了 归 一告胡子 告诉他老师来 使 我以夫子 之道 未至矣 则又有 至焉这矣 刚开始 我认为老先生 您的道场已经够高的了 现在又比您更高的了 有至及 又有至焉这矣 至又有及焉这矣 胡子曰 我欲如记其文 未记其时 而故得道于 记其文 就像说 自给你了一些文字 你现在 未记其时 就是还没有传授给你 这个给你解释这个道的真实含义 我瘦如史静文言 尚未静乎道之时 众词而无雄 而又虚乱乎 虚乱言 就是说你光有文 没有实 那你肯定得不了道 就是比喻有文无实 不能得道 而以道 欲试抗 就是你所知这些文言 跟世俗比高低 毕身 一定要 就是让人们信服你 就是一定就是 觉得要 要超过别人 夫 故使人 得而相如 所以你才能使这个 记贤的能够 就是看透你 尝试欲来 以欲试之 把他带来 让他来看看 我的面向如何 明日 列子欲之见胡子 初日为列子也 出来对列子说 嘻 子之先生 死也 复活也 你的先生要死了 活不了了 不亦寻朔也 也就十天之内了 五见怪眼 见诗灰眼 诗灰 那就是诗灰了 没有一点火了 没有一点气焰了 我已经见怪 看到很怪现象了 见诗灰眼 看见你 你先生了 没有一点气焰 没有一点生气了 肯定很快要死掉了 列子入 提期瞻尖一告胡子 哭着对胡子 哎呀 先生你要死了 我真悲伤啊 胡子言 项武 是之以帝文 刚才啊 我是向他展示 这个帝文 帝文呢 什么意思啊 看 空为地 为文 这是 刘武说 列子 列子柱引项云 就是项袖来 快人若土 帝文二字本词 实际说 文有动眼 就是帝文呢 就是大地的这种 面貌吧 可以这样翻译成 百花文吧 这个帝文是什么状态呢 蒙呼 不振 不振 这个帝文呢 是当作指 不振 不振 就是不振呢 就是动 不动的意思嘛 不指来呢 就是动的意思 又动 似动非动 似指非指 蒙生意 就是生意 在这种似动非动 似指非指之之间 还有一点这个东西 所以说 项袖来注视 不动 一不自指 与库木同其不花 死灰 君其技破 此致人无感之事也 所以 这就是那个 南婆子虚啊 武丧我那种状态 所以说 林云明注视 虽有生机之蒙 而不动不定 若库高而武生气也 所以说 这就是 你看我们读 齐无论第一段嘛 心若库木 行若死灰乎 也就是这种状态 事歹见武 杜德基也 杜德 德基呢 就是林习主 避其生意 杜呢 就是避藏不可见 他爸的生意 先藏起来 不让人看见 常有欲 来 你跟他再来一次 明日又有一只江湖子 出而为列子言 幸义 自这先生 欲我已 有料已 哎呀 真幸运的 你那先生碰到我 你先生现在 有可能会好转了 有可能会 全然有生意 现在完全有生意了 活过来了 武剑气杜泉已 我看见他杜泉 泉变 就是说 杜泥之中 有生机发露出来 那就是说 咱们说 他就是死灰复燃的 那味道 寻本的注视 杜泉者 避藏之中 却有全变 全变 列子如 一告胡子 列子进来 告诉胡子 胡子言 相无事之以 天壤吧 壤 就是我刚才 向他展示了 天壤这种状态 天那是 你这阴静阳动 天动地静 天壤 有动的迹象 表示有生极了 壤无止所生 王凯运说 天气通于地面 讲生物意 明时不入 就是这个时候 有武俱前 而激发于肿 从脚跟的 这个生机 还展现出来 世代见武 善者机 善者机 就是 也兴致动促 就是 他是大家看见 我这个生意 这个机器 激动发出来了 你再跟我 跟他一块来 明日 又一只将胡子 出而畏列子远 自治先生不齐 无 无得而相言 你的先生 没有摘戒 就是不齐 就是乱 乱蓬蓬的 就是没法看了 就是看不清了 就是我没法 我看不清你先生 到底会 会一个什么状态 是其 切副相 让他先摘戒一下 列子入 一告胡子 胡子 五相士之也太冲 莫胜 太冲莫胜 那就是阴阳 两气了 就是 就是一直在 雄环 就是没有一个 固定的地方 这一段呢 这个也不好理解 就是但是咱们就看 朱家来住 张伯胜来住 太冲 太虚 圣 真兆也 言太虚 自无 真兆可言 太虚 你看这个天 那么广大 那个太虚 辽阔了 这个 这个 外太空 你怎么能看到 任何真兆呢 老子也充气为何 寻闭说 太冲 忧言太和 太冲则在 杜德基 善德基之间 言二气平衡 互不向圣 吕徽青说 帝文则 阴盛阳 天壤则 阳圣阴 太冲来则 末之圣 而不一 事宜 一气不齐 所以这是阴阳二气 在那不断的翻滚 一会儿阴 一会儿阳 一会儿动 一会儿静 世代见我 横气极 就是横平衡 就是无往无平 浑然一致 是吧 阴阳二气不断的调和 团和阴阳二气 这是横气极 下面就这句 下面这几句的 这个比喻了 一致争论也很大 所以说 咱们呢 就目前就按 林云明的解释 来来看一下 说 泥缓之审未冤 林云明说 审就做盘 水指盘旋 按比喻太处陌盛 就是水呢 就是悬我指水 所以泥缓之审未冤 这个就是 这个泥缓呢 就是说 就是 这是鱼嘛 就是大鱼盘旋的地方 是一个深渊的地方 就是泥缓之审未冤 就是泥缓盘旋的地方 或者水盘旋的地方 这是一个深渊 这个地方比喻太重陌盛 止水之审未冤 止水来水 积累到一个地方 那会形成深渊 比喻地吻 流水之审未冤 流水来水是 流水是冻的吗 这天是冻的 这比喻天壤 就是陈寿说 泥缓止水 非净非冻 于横气急 止水净于渡得急 流水动于善遮急 陈寿昌 这个解释 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 因为我 我就把别的那个柱来 就是因为比较乱吧 我们就取这么 比较简单的了 冤有九名 此处三眼 长有俱来 那证明这个谁啊 胡子了 还有六种情况 没有展示出来 你可以看 明日又有一只将胡子 立未定自身而走 就是还没站稳 就扭头都跑 为什么 就发现这个 他的技术呢 就是上面说不齐啊 太重莫正 现在可能看见胡子 可能就是咱们说 他都害怕了 是怎么着 你看胡子也追着 追他 列子追 追着不及 反 一抱胡子 一面一夜 一失夜 五夫妻一 就是一面一 跑得看不见了 一失夜 我把他失去了 五夫妻我追不上啊 胡子也 相公是至于 未是初五宗 为什么 他不敢下来 未是初五宗 你那宗什么 宗是天啊 道啊 未是初五宗 你根本跟天道合一的 你这是让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巫师 去看这个 去给老天爷 去给天看相的 去给道看相的 那当然他看不了了 所以他吓得 牛脸就跑 我欲止 虚而为宜 虚而为宜 无形而随悟化 就是我来 就是跟天一样 就是顺应天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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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意四处 就是那个什么 呃 流转 不知去谁河 这个老天 这个天 这个大话流行 你怎么能够 用言语来描绘出来的 不知去谁河 不可明朗 因为 梯迷 梯迷就是不穷之貌 张梦生姐 因为波流 一会儿 就是 就像水波流动一样 故逃也 所以他看不了 他就逃跑了 然后列子自以为 未始学而归 所以最后列子认为 自己没有学到什么 真实的知识 就回家了 三年不出 三年没有出门 为其七窜 替他老婆做饭 私诸如此人 就是 为诸像为人一样 就是 就是没有什么 人和我的区分了 无和我的区分 欲世无欲亲 对这个俗世啊 也不再做了 欲世不离俗世 雕卜 博父母 雕卓其聪明 而富归一谱 就是不再就是 宠上什么人的 这种知识能力了 而回到就是 就觉得越来越 无知无实最好 快然独以其行礼 完全像一个 天天就像一个 这个莫无一样 分而分在 分乱无界欲 无分别 对什么都没有分别 就是 意义适中 对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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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什么都没有